親切用台語和大家打招呼 引來台下熱情歡呼 日籍學者曉立元欣欣 獲聘為清華大學榮譽 獎座教授幕後推手就是他 在銀座喝個咖啡 然後我就跟他提說 你要不要來清大阿任教的事情 對 那他考慮了一陣子之後 給我正面的答覆 那我相當的高興 前總統蔡英文 關西日文黨姚仁多和小麗媛 糟情匪淺 看準他的政治專業 研究臺灣選舉三十年 見證過八次臺灣總統大選 訪臺超過一百五十次 邀請小麗媛到清大 開設臺灣政治與選舉 臺灣選舉研究兩門課程 原本預計各收五十位和二十位學生 沒想到一開放選修就爆滿 最後乾脆超額上課 精準分析臺灣政局提及白銀政治危機 更直言柯文哲如果付出 會以還我清白為口號 爭取選民支持 而談到現在的賴政府 同時看好賴清德對中強硬路線 二零二四總統大選民進黨能延續執政 也在小麗媛的預料之內 當時他預測得票率最大誤差 百分之三點五 二零一六更精準 最大誤差只有一個百分點 被譽為選舉之神 小麗遠心性之力研究臺灣政治 這回來臺教課不但加深臺日交流 也為青年學子開拓政壇新飾演 華視新聞 莊明星 洪西宇 新竹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